自使100分 威貿協會董事長黃志芳 站在投手秋上 象徵在牛棚裡蓄勢待發 威貿協會挺進以色列 設立台帽中心 將在2月18日開幕 就是我剛才講的說 全世界的大的科技公司 都去設研發 然後他們又有全世界 猶太人的這種網絡 所以他們新創 不管是他的活力 還是說他的這種 全球產業連結的能力 這個都是我們可以深入 來了解 然後來跟他們進行合作 替台灣增加國際視野管道 藉由拜訪當地的商工團體 及大型企業建立合作管道 不少廠商越越遇事 先參與做評比 前三名還可以獲得 前進以色列的補助 比較有strategic value的 投資人我覺得才會有意義 所以我覺得這次 去主要還是從行業的角度 來做個交流吧 那去年以色列的 有一個新創公司 叫做Mobileye 他就是在幾年前就投入 做自駕車研發系統 去年他就被Intel 用153億美金 把它併購 所以你就看得出說 他們那種研發的 這個能量跟質量 舉出例子 吸引不少廠商向前進 尤其以色列在通訊 軟體 生技等高科技領域 具有卓越的成果 台灣獲得 切入以色列外銷供應鏈的機會 進一步打開 連結國際市場的商機 歡迎收看廖文浦李佳華 台語報導